人情话题带您关心 在元旦廉价期间 共机不断扰台 国防播也公布了 从12月31号到1月1号 有15架共机飞越海峡中线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共军这次出动了 殲-10 殲-16等战斗机 逼近我们台湾北部的 淡水 桃源 还有新竹 外海 很明显就是要来挑战 我们北部的空防 对此专家示警 北部地球的问题就是 有弹无击 根本来不及应对共军的威胁 国防部公布图卡 显示从跨年12月31号 到1月1号元旦期间 有24架共机四艘共舰 在台海附近活动 其中有15架次越过海峡中线 再更聚焦 4架殲-11飞越新北淡水外海 在折返 还有4架殲-10 四架殲-16 直逼桃源 新竹外海 更已经接近24海里 临街区空域 大概已经看到我们北部 是有一些缺陷 北部有弹无击 而且中共现在是 它只扰台不攻台 那只扰台不攻台 所有防空飞弹是没效的 它不攻台你不能发射 北部空防拉警报 空军前副司令 点出关键问题 就是台湾北部有弹无击 又让战机升空 最近的机场在新竹 如果共机临空而来 恐怕根本来不及拦阻 我判断2023年 可能到达我们的林街区 到我们的林海的上空 那今年的话会突破 更接近于台湾本岛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新年谈话对台态度放软 总统蔡英文也隔空回应 喊话两岸维持和平 台湾周边的解放军的军事活动 并无助于两岸的关系 也无助于区域的和平稳定 战争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选项 共机延续罕见针对北部 当天爱国者飞弹基地 红点警讯大响 为防共军斩首行动 传出国安会议讨论 让陆军两棲征兽营 束手弹水河 基隆河 负责中枢防务 也获得美方认可 目前国防部没证实 只是两岸情势瞬息万变 国军势必得做足准备 记者林陈队张元杰台湾报道